还是再一次连线我们的美国中英著北京记者叶斌请他来介绍孙文广教授和他的夫人最新的情况 那么叶斌你好 叶斌你能听到我吗 我可以 我可以听到 好的 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最新的有关孙文广教授和他夫人最新的情况 尤其是中国官方在事件发生一周以来有没有任何的解释或者答复 好的 那么孙文广教授目前还是处于被失踪的状态 美国之音还在寻找孙文广的下落 今天我们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发起传真 询问孙文广身在何处目前的身体状况 孙文广被失踪是否体现了法治精神 以及他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 截至目前中国外交部还没有回复这些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士工作人员表示 记者提出的问题会处理的 昨天该部发言人士表示 已经责成外国记者处负责处理孙文广事件的相关问题 那么外国记者处昨天说呢 有消息会联系我们 但是至今还没有跟我们联系 孙文广教授被中断采访之后 美国之音第一时间向山东大学公安处和山大陆派出所报案 要求查询孙文广的下落并向他们的领导汇报 现在看来山东省各部门呢 都是这个在互相推诿 山大宣传部这个济南市外办都没有回复 那么济南市公安局表示呢 他们收到了多家媒体 关于孙文广下落的询问传真 但是呢至今呢也没有回复我们发的传真提问凯南国保支队队长宋自立 政委吕洪光接到记者的电话后呢 都是一言不发 现在国际主流媒体都在关注孙文广的状况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8月1号晚上与孙文广先生 参加了这个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那么胡佳认为呢公民自由受到限制在中国是普遍现象 他说普天之下莫非党土 山东更是法外之地更加无法无天 胡佳说孙文广触及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他说山东当局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和习近平的地位 以及当地官员的个人升迁 因此呢不惜下重手打击孙文广 因为他在被视为境外敌对势力的美国之音节目上 批评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胡佳的评论 接触中国问题的公民 尤其是痛恨在这个太岁头上 因为一带一路带有相当明确的习近平的个人所谈 这个东西的话 是他要建立他的千年盛军的这种危险 就是沙皇式的这样 他要有几个大手笔 什么雄安 什么这个一带一路 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 什么亚洲开发银行 他有的时候是不顾虑成本的 那么在这方面也就成为什么 你去批评一带一路 那么你就是在批评习近平 批评我们的领袖 胡佳呢还将孙文广事件 跟当年的陈光诚事件做类比 他回顾了他当年去山东东士谷 寻找陈光诚被维稳人员殴打的经历 他认为当局将国外媒体视为反华势力 也是对孙文广下手的原因 陈光诚呢就我们所知 也在这个推特上发推声援孙文广 并呼吁一起来讨伐残酷的中共统治民心 好的 我们知道刚才嘉宾也提到 孙文广在这个习近平出访之前的发表公开信 而且在VOA的这个电视节目中呢 也是批评他所说的习近平的这个撒逼外交 对于孙文广上美国之音被失踪的事件 中国国内都有些什么反应还有 目前呢 中国外交部每天的记者会是处于休会的状态 官方对于孙文广被失踪呢 是保持沉默 孙文广的好友 山东维权人士赵卫认为 今天他接受了我的采访 他说山东对于异议人士呢 这个控制更加严格 他说当局抢行断波荒唐可笑 这件事情呢造成了很大的轰动 他说当局呢 山东当局啊 不知道如何收场 原因在于现在的言论空间收紧 济南当局可能是误判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赵卫的评论 这种情况可以说没听说过吧 很少见啊 你结果还发动在一个84岁的老人间 这种做法 这个地方当局这种做法 让人很无法理解 让别人 让任何人知道了 至少我旁边的一些朋友给我表达 这很惊讶 这种作为很愚蠢 可以说很愚蠢 他们在多种地方当局这种办法 你怎么也得上去拨玩吗 你怎么也得上去拨玩吗 很明显他这个地方也是处于一种维稳机制的一种变态 还是让人不可思议的表达的 是因为自己很聪明 或者说自己很理解上级的意图 实际上把这个事给搞砸了他们 那么赵卫曾经三次去过东石谷寻找陈光城 因而成为了重点的维稳对象 赵卫也是一位老兵 他曾经在2016年年初在孙龙广家住过一个月 那么他对于孙龙广是相当了解 他介绍说每年清明节孙龙广都会纪念赵紫阳和六四遇难者 孙龙广在采访中最后一句话说 我有我的言论自由 那么中国外交部长大家记得 王毅在加拿大对于记者关于中国人权的问题是不屑一顾 他反问当时对他提问的那位加拿大的女记者 说你了解中国吗 你去过中国吗 你没有发言权 而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 那么前中国外交官沙祖康也公开表示 说中国人权比美国好五倍 然而有关妄议中央的言论已遭封杀 凸显这个言论空间日益收紧 意义作家独立中文笔会的成员蔡楚 也在推文中表示 支持孙龙广教授的言论自由权 那么并且也表示支持美国之间采访孙龙广教授 她说孙龙广教授要求停止大撒币无罪 中共必须停止软禁孙龙广夫妻 恢复孙龙广教授被停发的教授推出金 那么中国独立中文笔会 独立中文笔会 那么也发表声明 对孙龙广被失踪表示抗议 要求立即恢复他的自由 那么还有推友李施明 在推特上说 84岁的孙龙广教授 批判了习近平的大撒币行为 表达了对底层民众强烈的同情心 那么即便是这样的温和批评也遭到了中共的镇压 可以说 好的 这个中共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一下什么是国家恐怖主义 而且还说这个这种赤裸裸的残酷迫害令人发指 好的 谢谢叶斌